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健康话题了 这个钙 补充钙的问题 缺钙的问题 包括钙的理论 可以说是全球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 钙呢 是我们人体内非常关键 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常量元素 钙在人体呢 体内的含量呢 它只有1.5%到2% 也就是我们一个成人 大概就是1200克左右 但是它对我们所起的作用呢 却非常非常的大 它关系到我们身体的各大系统 方方面面的正常的运作 细胞的合成 全都离不开钙 那要想了解这个天师钙的优势 我们首先要知道 钙对我们人体有哪些作用 那钙的作用呢 第一个 它就是可以让我们人体的整个代谢能力能够正常 第二个 它可以保证我们的这种心肌能够正常的跳动 第三个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能够正常的去循环 第四个 它会保证我们整个的肌肉 书说这个运动都离不开钙的参与 而第五个呢 它还参与到白细胞中 帮助我们的白细胞去吞噬那些细菌和病毒 让人体的免疫力能够去增强 第六个呢 它还是一个凝血因子 它参与到我们的血液代谢系统 帮大家都知道 我们人体的血流出来以后 几分钟 甚至几秒钟 它就会凝固 它为什么会凝固 它有凝血因子 那这个钙呢 它本身是第四对凝血因子 所以它对人体血液的凝固是取到很大的作用 换一句话去讲 如果我们缺钙之后 那我们的血是不是会哗哗哗哗 通过各种腔道往出流 这样人就会缺血而死了 所以这个钙呢 对我们的血液有凝固的作用 它就维持了我们一个正常的血液的量 在血管中正常的循环和代谢 以维持了人体的一个生命 第六个呢 这个钙呢 对我们人体 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少细胞 有60兆一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都有一种 10种甚至几十种 上百种的功能 加起来我们这个人的各个细胞的功能 相互联系 相互独立 非常非常的精密 非常非常的神奇 但是让这些所有的细胞 大家都能和平共处 粘合的非常好的话 这个钙是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的 所以我们对钙的这个认识 一定要从过去孩子不长个子 补点钙 或者是孩子出牙晚 补点钙 老年人腿脚不灵便 慢腰脱背了补点钙 甚至说骨折病人了补点钙 这个理念现在已经很落后很落后了 就我刚才讲到这些钙的功能 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补钙 现在去全世界去统计 人人都是缺钙的 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 不缺钙的人都达不到2%到3% 也就是说这个补钙 我们一定要把它站出来 重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理念 补钙是保证我们每个人健康长寿 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质 刚才问到了说我们缺钙以后 是不是会可以引起100多种疾病呢 我是中国钙代谢研究研讨 专题委员会的专家委员 我也是中国妇女儿童 优生优异协会的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委员 那我们这二三十年来 天时就配合国家这些重要的社会机构 在调查着全民族 全中国人各个年龄层 对钙营养的这种作用 你去缺钙以后形成的一些疾病 确实是 我们专家委员会推出 人类缺钙以后 会导致120多种疾病的产生 所以今天补钙 对于全人类来讲 是造福全人类的一项伟大的健康运动 而天时集团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健康运动之中 起了一个旗子的一个作用 引领的一个作用 而且李金言董事长能独具慧眼 在20年前把这个营养高钙冲击的生产专利技术 把它买下来 并且千难万险的把它生产成产品 并且通过直销这种模式 把它硬硬的推广到中国的广大百姓 包括今天全世界 所以今天全世界对天时营养高钙冲击的评价 天时集团为中国的 李金言董事长为中国的钙王 天时的产品 营养高钙产品为世界的钙王 这20年的时间确确实实是通过补钙给广大的民众和百姓 让他们补钙以后身体发生巨大的改变 孩子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 成年人能够精力存佩的去充实他们的事业和工作 老年人 勇于补钙 而让他们能够告别很多重大的疾病 能够延年宜寿 能够一养天年 所以天时的营养高钙冲击 确确实实是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可以达到帮助我们每个人 过上健康生活的这样一个目的和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的 那刚才也问到了 天时产品营养高钙冲击 有哪些优势 提到钙 我相信全世界的医学专家都不陌生 甚至老百姓对钙也不陌生 可以说一般那种中等以上生活层次的家庭都懂得补钙 我也相信全世界的钙产品也非常非常的多 据统计从古到今 补钙的产品已经有500多种 其中有200多种是药品 300多种是食品 但是这些钙在全球的人类都去补了 作用有没有 我们不能说没有 但是很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钙呢 你不能长期的去服用 它会上火 它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所以很多人补补就停下来了 那么天时的营养高钙冲击 它为什么能够卖了20年 越做越好 据公司统计 现在已经卖过了1亿多核了 突破了1亿多核了 而且呢 就是现在老百姓对它的反响是越来越好 所有了解过天时的人都会说 天时的钙真棒 天时的钙真好 那是为什么呢 那就是天时的营养高钙系列产品 它有着跟其他的钙产品截然不同的特点 也就是它自己所具备的优势 第一个 它是全营养的综合营养源 均衡营养的综合营养源 我们刚才讲了钙于生命 钙于健康非常的重要 但是广补钙 就是广补天时的生物媒介钙 是否就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样的市场效应 和消费者服用的效果呢 不可能 但是为什么天时的钙可以 因为这一包钙里边 它除了含有生物媒介骨钙粉之外 就是含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所有的近乎几十种的均衡营养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轻调补防 它就去解决了一个补的问题 它同时也解决了一个调的问题 所以大家服用的时候 服用一盒营养高钙充剂 就等于我们天天要吃非常多的 非常贵的一餐饭里面 提供给我们的营养 第一 一大桌的饭 我们这个肚子肯定是吃不下去的 第二 即便吃进来 我们也代谢不了 消化不了 第三 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我们 每天都吃一大桌的饭 而这个产品 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并且它的原料 是内蒙古大草原上天然种植的新鲜牛鸡骨 把它用生物媒解方法提炼出来的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那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钙含量高 就这一盒含钙量是4000毫克 每一包里面含钙量是400毫克 它是目前来讲单位重量里面含钙量应该是最高的一个产品 它符合了我们人体对钙的需求量 因为我们人体对钙的需求 0到1岁的孩子每天都需要400到600毫克 1岁以上到7岁的孩子每天身体达到完全的正常运作 它需要大概在800毫克左右 那青少年一天需要1000毫克 成年人一天需要25岁到55岁的人 一天需要800毫克 像我这样的老年人 60岁以上一天需要1200毫克 那再老一点病重的人 他可能就需要的更多 比方说我们怀宝宝的孕妇 孩子也要补钙 妈妈也要补钙 他一天就需要1500毫克 就由于今天人们饮食中钙摄入的不足 导致了孩子反反复复的感冒生病 导致了年轻人今天精力不充沛 还产生慢性疾病 导致了中老年人过自的患上各种重大疾病 甚至是很多老年人到晚年以后 经历最大的人生痛苦 是由缺钙而带来的一些疾病的产生 所以今天天使这个营养高钙冲击 它含钙量这么高 而且它的吸收率也非常高 这是它的第三个优势 它的吸收率高达95.4%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01医院做出的临床试验和科学试验的一个数据 更重要的是我们天使经销商服用产品 这个对一个产品 对一个营养 甚至对一个药品 它的吸收率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去吃它就是为了吸收 所以能达到这么高的吸收率 也是这个产品这么多年销售好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也是我们服用的消费者 他们身体健康得到改善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呢 这个吸收率对于孩子 对于老人 就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 也可以买到的一些钙产品 比方说碳酸钙 它的吸收率只有40%左右 40%左右 包括一些其他的钙产品 我想我们印尼呢 也有许许多多 不同品牌的产品 他们的吸收率都超不过40% 而这个95% 那它肯定就决定了 它对人体健康状况的一个改善 第四个 它是2比1的钙磷比例 那什么叫2比1的钙磷比例 就是单从对于钙吸收来讲 它必须是两份钙 一份磷的时候 它的吸收是最好的 如果大家不理解这一点 就像我们吃一碗米饭 吃一碗那个米饭 一点菜都没有 一点味道都没有 你会觉得好吃吗 包括你对这种身体的调理 也满足不了你身体的需求 它的2比1的钙磷比例 就让我们吃进体内的钙 能够很好地去吸收 也就决定了刚才 那个95%以上的吸收率 如果大家还不理解的话 我就告诉你 这是一个国际标准 全球就是这么定的 好的钙产品 它就得达到2比1的钙磷比例 如果你还觉得有点疑问 那我就告诉你 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如果我们家生了一个宝宝 你是希望用母亲的母乳去喂养 还是希望用代乳品牛奶奶粉来喂养 我想大家选择的是 有奶的妈妈 一定要她去奶孩子 这些妇幼机构也告诉我们 说母亲的奶 是吸婴儿的先天营养食品 先天抗这个疾病的食品 为什么 就因为母乳就是2比1的钙磷比例 所以这个产品能够达到和母乳一样的先天营养成分 它注定了对我们今天的孕妇啊 孩子啊 以及对我们所有的成年人 吸收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那么它的这个吸收率高 包括它的2比1的钙磷比例 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有感受 有很多这个腿抽筋啊 就是睡着睡着腿就可以紧成一嘎咋 需要去倒需要去排的 吃了当天晚上就不出现这样的现象 你能不说明它是吸收率高吗 你能不说明它是营养成分好吗 那它的第5个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口感特别好了 口感特别好 我相信我们在今天看这个别的经销商都用过产品 我本人已经服用了整整20年 20年来我都没有一天感觉到服用它有负担 我觉得特别好喝 这也是它的味道 也是决定了很多消费者能够吃20年的一个决定的因素 那它的第6个优势 就是它对我们生命整体功能都有调整的作用 它是从我们生命功能的基础 从DNA到酶的这个传递过程中 就让我们的细胞产生重新的一个生命功能 所以它才会用20年来 让很多人不同的身体状况都得到了一个改善 也是它成为中国盖王 世界盖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家今后在选择盖的时候 选择盖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看它有没有这些优势 天师这6大优势 它绝对占据在世界科学的高度 占据在补钙的一个高度 只要你去认认真真地服用 你的身体一定会发生巨大的改变的 这就非常多了 因为这个产品它销售了20年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它的特点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盖对人体的这种生命功能的这种调整作用 它势必会产生非常多的一些案例 那我想 首先我来讲一个 对这个婴幼儿发育 那这种婴幼儿 他们在发育的过程中 只要把盖补足了 无论是骨骼 无论是肌肉 无论是神经 无论是血管 无论是我们的各个器官 它在发育的过程中 是离不开盖营养的参与 和盖营养的电调动的 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服用这样的产品之后 他们的成长发育和他们的免疫力 各方面都非常非常好 在中国区呢 我们做了一个健康宝宝的一个画册 在健康宝宝的画册呢 我们是收集了一千多个天使宝宝 他们从在母亲肚子里的怀孕过程 以及到他们身后的成长过程 每一个孩子都非常非常的好 吃天使产品的这种孩子们 他们第一是这个身体状况好 不怎么生病 第二个是眼睛不特别亮 黑黑的 而且眼眨毛很长 第三个呢 就孩子们的皮肤都很光滑 第四呢 这些孩子们的头发很茂密 很好 第五个呢 就是这些孩子 无论是这个说话呀 事物呀 听觉呀 以及这种反应能力 都比普通的孩子提前一到两个月 甚至更早 剩下呢 就是这个孩子 他们的睡眠特别好 小孩子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不会给爸爸妈妈晚上带他们带来太多的一些麻烦 而且当他们上学之后呢 这些孩子们的聪明才智和学习成绩都比一般的孩子要好的很多很多 这就是天使产品给我们所有的天使宝宝带来这样的案例 那在近两年呢 我调整了这样的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四岁 四岁的时间里 这个孩子是不断的生病 反反复复 几乎没有几天是好的 这个孩子的外婆就非常非常的着急 那么就经常给我打电话 就说这个孩子每个月要病一两次 一病就会发高烧 甚至会抽风 就会送到北京的医院去住院治疗 出来以后啊 稍微有个气候变化 稍微有个风吹草动 这个孩子就又会发生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他就一直在找我 我就给这个孩子搭配产品 那给他搭配的呢 第一个就是吃心补精 心补精呢 可以增强孩子的免疫力 促进生长发育 一个呢 就是吃这个儿童营养 高概充气 这个孩子呢 就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他那种生病的现象就越来越少 生病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现在有一年的时间了 他的外婆呢 经常打电话告诉我说 哎呀 感谢你啊 吴老师 这个孩子从用你的这个配方调整之后 现在已经不病了 我们家里人都快乐的 很快和很快和了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我有一个 我先生的单位呢 有一个 我先生是一个声乐教授 他们专门是教声乐的 我先生的一个同事呢 也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 在三年前呢 突然有一天早晨起来 他就不能动了 一点都不能动了 然后把他拉到医院去以后呢 就是诊断性是 中心性的腰椎肩盘突出 我相信印尼一定也有这个壁 就是这个腰啊 突然就不能动 人也不能走了 而且呢 住院呢 有些要开始要按摩呀 要牵引呀 最后都不解决问题 就让他去做手术 大家都知道 做腰椎的手术 是风险非常大的 腰椎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神经 一旦受伤 可能这个人 这辈子就是个半生卡坏 所以他很害怕 他就不敢做 他不敢做以后呢 他就问我有没有办法 我说那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产品 他说那行 人嘛 他病到那种程度了 他肯定愿意听 所以呢 我就给他一天补十包 就是一天一盒盖 然后呢 一天吃十几个心补精 再加上虫草 甲壳脂 螺旋岛这些产品 15天之后 他就可以坐起来 就可以下地 一个月之后 他就可以正常的走动 到现在已经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他再也没有犯过 所以这是我条理的 那个病案中间 非常典型的一个个案 包括呢 还有一些 这种老年性的 肺心病啊 老年性的一些 肺气肿啊 包括老年性的一些 腰腿疼痛 用这个产品之后 因为当年在95年 到98年的时候 天使就有这一个产品 那当时我们就用这一个产品 给他们去调理之后 都非常的满意 那如何帮助骨子疏松 和骨骼钙化的人 得到改善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下 钙迁吸的一个原理了 因为我们人呢 钙呢在体重 体内呢占我们身体 体重的1.5%到2% 大约就是1200克左右 那这部分钙呢 99%是存在我们的骨骼 1%呢是存在血液里头的 那这99%的钙 它帮助了我们人体 能够形成一个骨架 并且能够 那个什么牙齿 骨骼和指甲 这全都是骨骼 那血钙呢 它是传练了 存在于我们的软组织 细胞外液 还有血液里边的 那为什么人会产生骨子疏松呢 就是因为我们从生下到20岁之前 那肯定是我们一个长个子的阶段 长身体的阶段 这个阶段大家都明白 我们首先长的是肠骨 对不对 红骨呀 脑骨呀 还有骨骨呀 还有我们的筋肥骨 那么这个骨骼要长长 骨骼的99%的成分 全都是钙 所以这个孩子能不能长高 能不能发育的好 首先取决于它在母体和它身后 补的钙够不够 如果它补的够的话 它的长骨就会很好的去形成 那人体到20岁以后 就进入我们自然的一个钙流食的阶段 20岁以后 我们说的9090骨钙 1%是血钙 那1%的血钙 全凭我们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来 那今天我们吃的饮食 第一是不合理 第二是不均衡 第三是污染 所以要想从食物中吸收1% 对当今的人类来讲是有非常大的难度 这就会出现了一个血钙的不足 血钙不足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脖子上有个甲状腺 甲状腺的把它切开的后面 它有一对甲状螃蟹 甲状螃蟹上面有四个灰黄色的点点 当我们人体补的钙不够 血钙不够用的时候 心脏跳不动 肝脏不能解毒 胃不能消化 肠道不能排泄 大脑的细胞会贪软 记忆里减退 甚至人变傻的时候 那就会从甲状螃蟹就会分泌一个极数 叫做破骨素 破骨素分泌以后就立即进入到我们的这些肠骨里边 用破骨素的作用把这个骨骼里的钙溶解出来 放到了血液中 血液中的钙就够了 所以我们的心脏就跳动了 血液就循环了 大脑就开始灵活了 肝体心肺都开始运作了 但是我们这个骨盖里的钙呀 每年1%到20岁的30岁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放出来10% 40岁的时候是20 50岁后30岁的年龄的增加 我们骨骼里的钙丢失的越来越多 最高可以超过50%到60% 这个时候我们的骨骼就会变得怎么样 就是千疮百孔就会松弛 人变得越来越胖越来越大 骨骼变得松弛 人是不是就会压下来 这个时候这个当骨骼里出现千疮百孔的时候 就叫做骨子疏松 那骨子疏松之后 我们把钙都用到了血液里边 那血液里头的钙1%就够了 但是现在天天都运天天都放 所以它就会超过1%到3%甚至6% 那我们用多少都够了 1%就够了 那显然在血液里在软组织上就有很多我们用不了的钙 代谢过的一些肺钙 那这血钙多了 它会堵塞血管堵塞交通 就会让我们的软组织变硬 怎么办 甲状腺在这种状况下受到血钙过多的刺激 它又会分泌一种降钙树 降钙树又会进入到血液中 把用不了的钙多余的钙 再把它掉出来再还到原来的骨骼里边 当它还回来的时候 走了10年 走了20年 怎么能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 它根本回不去 回不去以后 它就会在我们突出的一些关节的部位上 比方说走骨上肩胛骨上 就是我们的颈椎突出的那个椎骨上 就会形成沉寂 这又叫做骨子增生 所以骨子疏松和骨子增生 就是由于我们人类 钙色如不足缺钙而导致的一种 孪生姊妹病 就是双胞胎 就是双胞胎 今天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所以必须去把骨盖补够了 不要让它释放出 把血盖补够了 不要让它释放骨盖 那么骨盖不释放 血盖就不会增加 血盖不会增加 它就不会还原 骨子疏松和骨子增生 才能得到彻底的一个调整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轻调补防里面的调 调整平衡以后 气血才能平衡 钙才能够平衡 我们所有的硬组织和软组织 运动平衡 就能极大限度的恢复了 骨子疏松和骨子增生 和钙的成绩 这样的两种疾病的出现 这也就是天师 这20年来调整的基础理论 也就是20年来 天师营养高钙充剂 可以带给成千上万的 人民的健康 这个根本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天师产品 为什么能对骨子疏松 和钙的成绩 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原理 没有关系吧 这个要注意一点就是 我们这个和葱 普通的奶粉 普通的饮料的方法 是应该有区别的 那么因为它是活性的 生物没解钙 所以第一呢 它的温度要求必须是60到70度的水温下 太低了呢 我们这个酶啊 因为它是酶解钙 它释放不出来 就是说这个酶啊 释放不着作用 水温太高了呢 又容易这个酶啊 它就只接受这个60到70度 它又会把它的这个成分作用发挥的不好 所以我们冲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一点 先呢拿一个杯子 先倒水 先把水倒进来 把这个温度呢 把握在6070度 这就看你自己的一个经验总结 然后把营养高钙冲击撕开之后 慢慢的把它散开了 撒进去 不要像我们倒茶一样 倒奶粉一样 一堆都倒在内 把它撒开了 你可以用肉眼看得到 那个钙呢 迅速的就在被溶解 被吸收 这就是它的吸收度高和溶解度高的一点 大部分情况下 只要你倒进去 水温正好 大约在五分钟之内 这个钙呢 就会全部的溶解 如果你倒的不合适 有一点的积到一起的话 可以拿这个筷子呀 勺子呀 去搅一下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像我们喝茶 喝奶粉 喝饮料一样 咖啡一样 过分的去搅动 因为这样的会破坏到 它的一些霉的活性 基本上就自己去总结经验吧 这些是不是金属的钢铁的 那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本来也不搅几下 当然了 用那个搅咖啡的那个 棒棒的去 那是更合理一些 更好一些 基本上我们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在服用 我们 而且这个营养高钙充剂 这个服用的方法 这个水温 包括这个 搅动的次数 对它的效果 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呢我们在开始教消费者的时候 就教会他们一个正确的服用方法 千万不要把钙粉倒进去 拿开水去 从这是绝对不行的 这是会破坏掉它的 只要你掌握先倒水 再放钙 然后呢 尽量让它自己溶解 实在溶解不了的 你再去轻轻地 让它搅拌一下 就可以了 这就是最正确的服用方法 这个钙它本身就是 长我们的长骨嘛 长骨是决定了我们的身高的 这个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在这二十年的过程中 我们的吃营养高钙素的孩子 和不吃的孩子 它是会形成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的 特别在一段时间 它集中精力去服用的话 那个看的那个孩子的个子 就在往高冒 而且它吃了高钙素 有些孩子 它不吃我们的这个 儿童高钙素的产品 它长得可能也很高 但是你看到它就 像风一吹就能摔倒似的 特别特别的细 特别弱不经分 但你吃了营养高钙素以后 它不仅是这个长得高 而且它很敦实 看上去很结实 那至于问到多少量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到 儿童呢 每天就是十岁以下的孩子吧 每天要补到一千毫克 包括到十五六岁 都要补到一千毫克 它这就给你普通增加了 你体内这种免疫力和营养需求 如果你的孩子确实是长得低 你想给他吃的量大一点的话 你可以给他一天吃三包 吃四包 甚至吃五包 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大家记住 我们这个一包呢 涵盖量是三百六十毫克 那你像一个初中生 他一天需要一千毫克的话 他是不是就需要 三三九才一千零八十毫克 他根本就不超 你的孩子长得低 说明你比别人的这个 欠缺的就多 你多补上个四包五包 应该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 经常这样去做 长得是很明显的 还有一些成年人 中年人包括一些四五十岁的 这个将近老年人的人 他们在解决身体 比方说神经性头疼啊 胃不好啊 还是这种腿肿啊 这个毛病的同时 却意外的发现 自己还长高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就感觉你要相信他 因为他的道理 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的骨骼得到这么多的营养 我们的组织细胞 得到这么多的营养 它一定有再生的能力的 所以你要想让他长得快一点 你不妨就给他量大一点 这是自己来做决定的 也没有什么死的规定 我们也是根据我们自己 在市场上的经验 灵活掌握来做的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让大家能留意 我们的otico